忍忍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忍者 必須死啦 那最近我們的冷春運動會這邊的話 基本上今天就會有這個小組賽的這個 欸 開始這個小組在比賽啦 那最近我有看到大家留言說 就是靈在切換成神... 喔 神武靈的時候呢 好像是會有加速的階段欸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加速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當初在跑的時候我都沒有一直切喔 這個好像蠻酷的欸 所以大家是用這種陣招來加速是不是 如果可以加速的話那其實好像還不錯喔 就是你在跑的時候可以就是 加快一點點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比較順利的就是 再跑到就是比較前面的這個位置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說我們的這個積分賽的話 已經是結束了 那結束之後就會取就是那個 很名次比較好的玩家啊 就進行這個小組賽的開始喔 那今天的話五小時之後應該是七八點的時候喔 應該可以來看一下就是那個小組賽喔 然後再來就是跟大家一起錄影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也很久沒有看忍忍的比賽喔 感覺忍忍的比賽的話其實也是做的 是蠻有趣的就是 蠻有就是那個觀賞性的喔 其實像PVP啊或是我們就是那個 各個那個就是 家族賽啊或是我們這個 忍村運動會的話我覺得都很不錯 而且大家其實 忍者這款遊戲的話就是 你只要跑圖跑得很厲害的話 基本上看起來就很帥氣你知道嗎 就是很像一個忍者在那邊跳來跳去的那種概念 所以其實我覺得目前來說 因為我個人哲平是很喜歡就是武士啦 跟忍者跟一些日本文化的東西 所以我個人就是哇很吃這一味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說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已經結束積分匹配賽了 所以現在練習賽沒什麼人 去練習所以 我們就等一段時間吧看一下 能不能來練習匹配到一下喔 那我們就等待畫面囉喔 那我們剛剛講完的話呢馬上就好了 其實也沒有說就是大家都沒玩 其實我覺得這模式其實挺好玩的喔 就跟我們就是那個什麼 跟我們就是那個 忍界大亂鬥是差不多那種類型的模式 那其實那種類型的模式的話我覺得其實 以趣味性來說的話應該 蠻多人也會都還蠻喜歡的喔 因為我自己個人的話也算是 蠻喜歡這種趣味的關卡的 所以其實人生有一些就是蠻有趣的趣味關卡的話 我自己個人都也是很買單喔 而且他們就是彈幕啊跟一些 就是東西設計方面來說的話 也都設計的很不錯 所以就會很期待每一次的這個 小活動啊或是一些關卡之類的喔 我是這樣子啦 就音樂啊或是BOSS的就是彈幕之類的 那些我都還蠻期待的 而且他們設計小遊戲設計的不錯 像上次那個老闆娘 不是老闆娘那個 貓老闆那個 飛機射擊的 哇超愛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就是彈幕射擊那種類型遊戲喔 真的超好玩 所以很期待他們每一次的這個小活動啊 會做出一些什麼樣的一些那個就是 驚奇的部分喔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觀眾是說就是神樂在切換雪舞的時候 或是雪舞在切換雪舞的時候 好像會有幾%的這個加速 那我們就看一下究竟會不會 真的有差別呢 那如果有這個差別的話 如果大家有掌握的話 基本上感覺在打這個就是 跑這種就是很像在競速比賽的這個模式的話 欸就會很重要了你知道嗎 就是多一點點 多一秒的快速喔 多一點點領先別人一步喔 就會可以就是 欸就領先很多那種感覺喔 好沒問題 我真的覺得財務部的人真的很多欸 呵呵你們怎麼看 我真的覺得財務部的人超級無敵多 來啦沒問題 來 待會的話能切我們就切齁 能切我們就切 不過應該會蠻手忙腳亂的 我現在還不知道吃這個魚臂要幹什麼東西就是 好像有感覺到加速的感覺囉 是真的有 欸完了開錯了 我剛剛是有看到這個加速的符號阿 所以 其實這樣跑的話好像真的會領先不少喔 我們一直被那個大石頭打爛 有人死了有人死了 啊完了我把疾風部開掉我在幹嘛 不是87 亂開 好切換 這樣速度是不是就比較快阿 感覺應該是有喔 因為我身上感覺有出現那個什麼 冰晶的樣子 有一個藍色的那種感覺 加速感嗎 因為他一次就是90幾秒其實也不太會 就是 跟我們一開始一樣卡住的感覺 原來那個冰晶會消失喔 我現在才知道 為什麼是我吃到阿 那麽多個人 就偏偏要 讓我吃 就偏偏要 讓我吃 唉唷 有人死掉了 唉唷追到第二名了 沒問題 感覺起來好像有一點點微小的加速 又好像沒有 我這個不太知道 所以大家說的就是那個 切換成0的時候會有那個加速的行為 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 他這邊應該會有血 流派 切換的時候有沒有血 在天賦這邊嗎 有沒有切換成那個角色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一些效果之類的 這個好像都是他自己的那個 他自己的那個招式的樣子 這邊嗎 忍術召喚 這個是那個他的大招 這個嗎 流派切換 有有有 戰鬥時切換至流派血武50 漂浮速度加50% 持續8秒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有切換的這個效果 所以是 切換到血武的時候才會有嘛 所以血武切換到那個就是那個 普通的話是沒有這樣子概念 不知道耶 感覺挺有趣的耶 我都沒有發現這個 所以真的要仔細看字喔 這邊玩遊戲都沒要看字了你知道嗎 因為 因為看完也忘記了 所以就很少再看 好 我們再打一場喔 先等到他開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第二場喔 所以照這樣感覺的話 就是之前我們換成0之後 會就是比較容易取得第一名的原因 有可能就是因為 有漂浮的加速 但是我之前那幾場的話 好像也很少再切換成那個 血武0耶 那好像真的是因為 飛太輕鬆了這樣子喔 好 沒問題 就要再跑一場 那雖然現在賽季已經結束了 就是那個模式已經結束了 但是 不知道他之後 不知道這個忍忍之後 還會不會再出這樣的模式耶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模式可以常駐耶 我覺得其實常駐也是挺好玩的 就是讓我們就是 欸 除了就是我們那個 疾風啊 或是忍春 就是什麼 武士城啊 還有打全場力之外 還有更多一些選擇 我覺得還算不錯 欸 我意外的吃到一個不錯的洞喔 欸 完了 我覺得把卡全部開好了 不是很麻煩 把卡 哈哈哈哈 其實我還蠻浪費的 因為這不是正式的比賽 然後我還 我還挖鉤浴 真的超浪費 不是喔 我到底在幹嘛 結果其實蠻想要 蠻想要試試看 如果 就是前面有洞的話 如果我們在開擊封部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欸 你們 你們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會走下去嗎 還是在那之前他就會 就會把操控權還給我們 我覺得應該是會把操控權還給我們 欸喔 我們這次 我們這次很屌喔 不覺得我們這次好像蠻屌的嗎 喔 你看我們跑超快 如果當時跑每一次都可以跑這樣的話 應該蠻厲害的喔 我覺得到時候今天晚上的時候 看那個比賽 覺得大家應該會更猛 就直接咻咻咻咻咻咻咻 然後人就過去了 很久沒看比賽了 該看一下 小主賽喔 雖然是這個小主賽結束之後 好像還有那個 還有就是大的那個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財務部能不能 領先 不過其實我覺得準白隊的話 應該蠻多大佬的 因為其實我聽到那個 他們講那個 選準白的原因 我覺得其實也是 蠻有那個 蠻有他的那種想法 就是因為 準白難得參加活動 就應該拿一下他的貼圖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ok的 這模式就是 起跑先領先 然後後面不要斷氣 基本上就ok了 耶 我終於第一次到前面了耶 舒服 雖然我中途死掉 有個白癡的喔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欸我們的雪武林跟這個神樂林 居然還有這樣一個效果 就是神樂林切到我們雪武林之後 我們的漂浮這個速度 會增加我們這個%數 所以還挺好玩的 所以在我們忍村運動會的話 是可以用這一波來加速我們的速度喔 那今天晚上的話 應該也就是明天的影片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 小組賽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喔 所以我們就晚上再見囉 大家晚安 大家掰掰啦